记者杨新城台南报道,台南市环保局提前庆祝午夜劳动节,今天在六甲官田区清洁队利用一天时间,包了5000颗粽子分赠37区清洁队员,为老一年来的辛劳。 官田区龙本里长秦烈勋带领环保义工前来协助,义工妈妈都是千种选一的包纵高手,与清洁队员,眷属通力合作一上午,包了近5000颗粽子,下午蒸熟后再分送到各区清洁队给每名队员。 拿到热热的粽子,不少队员忍不住立即品尝,大赞好吃,直说肯窝心。 台南市环保局局长林建三也到六甲官田区清洁队,向队员贺解,并感谢环保义工的协助,让队员们吃到有妈妈味道的粽子。 六甲区长蔡秀琴,官田区长颜能通则带来伴手礼为劳包粽子的义工及清洁队员,林建三说。 去年泥沙及海塘风灾过后,各区清洁队员投入灾后重建,迅速恢复市容环境。 今年206花莲镇灾,也选派清洁队员带住机具前往花莲支援灾后复原及废弃物清理。 南区清洁队员梁坤才任职20多年,工作负责进职,更创新清除海滩和嫁及垃圾,获选今年台南市模范劳工,更是环保局清洁队之光。 希望极有劳动节包粽子的未劳活动,再次展现清洁队的服务精神,继续为市民提供更优质服务。